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弟弟 我们今天来看一群富二代被流放荒岛,结果遇见歹徒的故事,生死夏令营 男主是个富二代顽固公子哥,在一个派对上认识了同为富二代的女生 两个人背景相似,三观相浮,于是搞在了一起 很快,两人一起开车出去兜风 结果因为男主最嫁还一门心思偷看美女,所以方向盘失控了 他们的车也翻了 男主扔下了受伤昏迷的女主,一个人逃离了现场 男主爸爸已经帮他收拾了很多这样的烂摊子 最让人气愤的是,他还扔下了人家女孩不管 爸爸一气之下,决定给他一次最后的一次机会 将他送去苏格兰的一座小岛进行锻炼 如果搞啥,就和他断绝法律关系 男主去到小岛才发现,这里有一所专门为富二代顽固子弟打造的夏令营 而他必须在这里待三个月 让男主心虚的是,他还在这里发现了被自己扔下的女主 女主在所有人面前揭露男主扔下他跑路的行为 这让男主羞愧难当 男主觉得这一地待不下去了,准备逃走 可是小岛守卫森严 而且他没有船只可以逃离 又只好灰溜溜地跑回来 老实地接受导师安排的训练 每天爬爬山走走掉桥 在森林打打猎等等 其他人都完成得很漂亮 只有男主畏畏缩缩 显然他就像所有人认为的是个懦夫 在一次爬山的时候 女主实在看不下去,帮了他一把 男主趁机跟他解释 自己不是故意扔下他的 女主将信将疑 但之后,显然两人的关系开始缓和 渐渐地,学员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融洽 但一群富二代聚在一起 怎么可能不会引起歹徒的注意呢 歹徒在夜间袭击了营地 劫持了所有学员 只有正好去拿酒的男主躲过一劫 他从营地逃了出来 害怕地躲进了小山洞 但一想起自己已经丢下过女主一次 他就愧疚,男主的内心很挣扎 最终他决定回去救他的小伙伴 可是一回去就被歹徒抓住 男主在走吊桥时 奋力挣扎杀死了歹徒 此时另一边 歹徒将案发录像发给了男主爸爸 让他们用十亿美金来赎这些富二代 爸爸立刻召集了所有富二代的家长进行商讨 但就资金问题出了一些争吵 而且爸爸没有看到男主 不能确保他是否还活着 所以拒绝和歹徒讨价还价 而男主这边,歹徒还在费力寻找他 男主冒险潜入了营地 救出了小伙伴们 众人带好装备 并分成两队 分别逃往旧农庄和森林 歹徒发现后追了过去 一个歹徒被他们用来打猎射的陷阱弄伤 而一个女孩在逃跑路上 受伤失血过多死掉了 男主为了报仇 折回去准备杀死那个歹徒 却因为对方有枪扮下阵来 幸好女主及时赶来 刺死了歹徒 这时另一个歹徒听到声音 也追了过来 被众人围攻 用剑射死 现在岛上还剩下最后一个歹徒老大 他们在森林里埋伏起来 等着他上钩 果不其然 歹徒进入他们的圈套 可是歹徒也不是吃素的 反将一军 差点让他们全军覆没 最终男主打败了歹徒 而男主爸爸也带着警察来到岛上 女主捡到了歹徒的手机 发现最后的通讯记录 是他的继父 原来一切阴谋 都是女主继父干的 目的就是图谋钱财 最后继父被警察带走 电影也在大团园里结局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千万别酒驾 也千万别造势逃逸 不然跑到天涯海角 都会被抓住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